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视频,我们将会学习的是 三年级科学单元时机械 今天我们将会学习的是 第十课,机械的总复习 还没有观看我之前影片的同学 你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 好的,同学们,拿出活动本 我们翻开第八十六页 复习时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A项 以下哪项应用了滑轮、滑钩 第一个,起重机 第二个,自行车 第三个,翻船 来,老师将会给同学们 五秒钟的时间把答案画出来 然后呢,我们来比对答案 看同学们做的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那么第一个,起重机 请问同学们,起重机有应用到滑轮吗? 答案是有的 所以第一个,起重机 滑钩 第二个,自行车 自行车有使用到滑轮吗?同学们 答案是没有的 那么再来看一看第三个 翻船 翻船有用到滑轮的吗? 答案是有的 所以第三个,翻船也要滑钩 所以A项正确的答案是 第一个,起重机 和第三个,翻船 接着下来,我们来看下面B项的活动 图片里显示应用滑轮的例子 在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汽车维修工人正在使用滑轮 来吊起汽车引擎 那么第一题 图片里的人应用了哪一类滑轮来工作? 我们来看一看红色圆圈里面的 汽车维修人员正在使用滑轮组来工作 同学们,把滑轮组这个答案呢 写进你们的活动本里面去 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滑轮对以上的工作有什么重要性? 汽车维修人员 使用滑轮组来提起汽车引擎 节省力气 同学们,把答案写进活动本里面去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那么在还没有关闭这个视频之前 请帮忙老师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留言这个影片 谢谢大家的合作 再见